大家好 我是黑子 今天要帶大家認識青大人社院 不過在介紹人社院之前 我們要先上山 關於人社院會被青大學子們稱作四聖獸之中的青龍 是有許多背景的 而人社院也是四聖獸中唯一在山坡上的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關於其建築背景 人社院的建築師是鼎鼎大名的李祖元 另外青大物理館也是由他所抄刀設計 這棟位在半山坡上的人社院有人說蓋得很像帝王的陵墓 是由於人社院昔日曾經是墓地 陰氣特別重 因而採用龍盤鋸的方式興建 龍頭則是人社鐘塔 內部建築除拐彎末角處不少外 另一大特色就是建築物內部回應很大 除了主建築外 上有一座高達20層樓高的中塔 由於地處山坡 其海平面高度也使得他獲得新竹101的美稱 OK 我們到人社院了 而遠方紅紅的東西是裝置藝術 無聲的對話 他在有風的時候會隨著風擺動 就如同老師上課而學生在台下傾聽的樣子 接著我們來說一些流傳於學生中的小故事 有人說禮祖園設計的人社院根本不是給人用的 這是一種陰宅的設計方式 除此之外 建築物整體形狀也很奇特 好像一條龍盤鋸在那邊的樣子 而人社院中塔就是那個龍頭 據說就是為了鎮壓這個建築下方 數也數不完的巨型夜總會 會有這些傳言 除了因人社院本身建築外型奇特之外 也是因人社院本身的內部設計相當詭異 上課用的教室、辦公室不大 可是走廊、穿堂等公共空間卻做得超級大 加上挑高的整個建築物 裡面一年四季都能感受到陰陰涼涼的 又有傳言說 當初人社院在興建的過程中 屢屢受阻礙 人社院建在一個斜坡上 當初怪手、卡車等機器要開上去 卻怎麼樣就是開不了 研究宗教民俗文化的第一任院長 立刻召集大家拜拜祈福 怪手馬上就可以開上去了 從大門進去之後 可以看到人社院圖書館就在我們眼前 左手邊則是電梯 再往前走可以看到有一張地圖 上面顯示著ABC洞 各個辦公室跟上課地點的位置 可以特別注意到的是 當我們從斜坡進入人社院之後 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在二樓 而非是一樓 這便是因為人社院建築於三坡地上 所以有部分的樓層是在三坡內的 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到 關於人社院內部的特殊設計嗎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眼前有非常大的走廊以及挑高的設計 看看地圖也可以看出 人社院的走廊非常的大 而相對來說教室則是非常的小 除了特殊的建築物外型以及內部設計 人社院也有相當特別的地方在於 外面的走廊 明明是三樓或是四樓的地方 卻可以看見有種滿了許多樹 而外面的廊道可以看到四邊是距離 地面有將近三層樓四層樓高的高度 轉個方向在我們眼前的便是人社中堂 聽說在建造的時候 有個功能在貼磁磚時不慎衰落 之後磁磚只要貼到那個高度時 怎麼貼都貼不上去 不然就是貼上去又掉下來 最後只好放棄 因此有人認為是觸犯到龍的逆鱗 最終便形成了人社中塔的外觀 而現在中塔已經封起來了 平時是不能進入的 可以看到遠一點的地方 那邊是清大的宿舍 這個遠一點 對 也好 我藏好 藏好 確實分 還可以看到了 解釋來 D 這個蟊很快 F 关于传言的部分有多少可信度 那就见仁见智啰 今天影片就到这啰 喜欢近海兄妹的观众 别忘了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